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数十年来 柯子疗鱼港默默无名 日前被农委会票选为十大魅力鱼港之首后 响叮当的名气 吸引许多游客来此探访长鲜 也让高雄 子关地区繁荣起来了 高雄 子关区北与钢山区 梅陀区 香碧林 东靠 桥头区 南以点宝西和高雄为界 西则 林海 传统居民多以鱼捞为生活方式 是台湾西部常见的沙岸乡镇 但因数退实行海岸 从柯子疗鱼港到赤坎之间 逐游海堤 鱼港位于子关区南部 靠高雄市区的海岸 海岸线再过去 就是左营军港管制区 在点宝西出海口之辈 是高线第二大港 也是一个综合性鱼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远洋鱼业 以及现捞近海鱼业 和小型的休闲渔船 年销售量约2800公顿 一半的漁货量在当地销售 40%销往临近乡镇 渔市交易在午后举行 附近也形成一个观光渔市 此时 如果来到渔港 除了参观渔会作业情形 和渔船 港设施 也可以买到新鲜便宜的鱼虾 港区内并设有一个冷冻场 也显示柯子寮渔港的规模 柯子寮渔港是子官境内 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 这个工程的启用 带动了南子官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让这站全乡四分之一以上 人口的渔民生活 获得了显著的改善 在过去新式渔港 尚未完成的日子里 渔民烤田吃饭 每天进进出出的渔船 必须停靠在距离岸边 上有一段距离的沙滩上 卸下了渔获 也需用人工 把它搬到岸边的渔市场上来 不但相当辛苦 也很费时 遇到台风季节 渔船为了避风 还必须远至十几公里外的 大港口停泊 以防意外 避免生命 财产受到损失 柯子疗渔港 位在高雄市 紫关区的信柯村 这里在早期 养殖了上千万顿的生蚝 因台语称为蚝啊 加上临近的海滨 有着丰富的渔产资源 而且大多居民 以捕鱼养殖为生 所以也将地名取为柯子疗 尤其是每年一到冬季时分 在台湾海峡的黑潮支流作用之下 乌鱼变成为柯子疗最为丰收的鱼货量之一 每年都可以捕捞到上千公吨的乌鱼 鱼民们会将捕捞到的乌鱼 从中取出乌鱼卵及乌鱼剑 并加以加工烟晒 而烟晒好的乌鱼卵及乌鱼剑 将其真空包装处理 变成为年节送礼的上卷集品 尤其每年冬季乌鱼期 更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选购乌鱼 乌鱼制作处处可见 各种海鲜应有尽有 加上鱼港附近景点很多 是假日品尝海鲜 及观赏夕阳美景的休闲好处处 人潮可说不断相当热闹 每日下午渔船陆续返航入港卸货 各种海鲜摆满拍卖场 人声鼎沸竞标渔货 人潮熙来攘网 鱼市场外已成观光鱼市 构成热闹鱼港景象 柯子疗鱼港以拖网 金镯网 流刺网 鱼苗鱼业等为主 港区内可分为两大区块码头 以作为停泊20吨以上船只 近海作业及远洋渔业专用码头 港区水深3到3.5米 潮差0.5米 有内外堤港口近宽约30米 港内可提供 近港 泡舶之船席长为120米 近港限制还是很多 另外一区则是专门供给 纪难作业的山法与山板使用的码头 数量之多也是台湾渔港中少见的 台湾四面环海 拥有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 自然是丰富的天然渔场 所谓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台湾的陶海人 在比率上也不少 渔民捕鱼的方式也很多 靠海鱼业及远洋鱼业三种 其中又以靠海鱼业渔民最多 离岸约3到5公里 水深约40米以内海域的鱼业 使用小型渔船或无动力小山板交法等 方法为钓鱼方式 延绳法 围网法 刺网法为主 而近海鱼业 即是离岸200公里以内的海洋鱼业 使用有动力 冷藏设备 无线电齐全的中型渔船 方法以拖网法捕拉为主 远洋鱼业 在大海洋的鱼业使用动力 冷藏设备 无线电齐全的大型渔船 方法以捕钓为主 捕鱼的方法也会因鱼种 季节 海鱼等等因素 可以有千百种方法 这些可都是仙人的智慧 和经验所累积下来的 而柯子疗鱼港 是属于近海渔业集散中心 通常在每日下午之后 渔船就会补新鲜的渔获进港 开始进行忙碌的一天 在卸完渔获之后 另一工作 捕破网 又得开始进行工作 无论是道路上 岸边 船上 都可以见到不少的老人 或富人 正熟练张开网 检查鱼网有无破洞 而将其洞口补上 否则在捕捞鱼时 成为鱼儿的逃生之门 那一切就白搞了 在柯子疗鱼港 还有一相当特殊景象 当您进入柯子疗鱼港之后 立刻会被那些五颜六色的旗杆吸引住 有红 有绿 有黄 甚至是竞选的旗帜也有 这些都是拿来做何使用 原本啊 柯子疗鱼港大多为这种小型山板船 属于近岸作业的渔船 旗杆 是作为下网标示使用 以防止其他船之误闯 而造成渔网的破损 当然 也有宣示领域的效果 如果您是在早上出发 理达子关后 可以先到海边走走 看看著名的十二生肖海堤步道 步道的一边是台湾海峡 另一边是充满古迹的聚落 距离都市仅有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文风情 虽然不大 柯子疗地区从空中鸟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哇 居然有六座大型庙宇 这也验证了渔民对神明的敬仰 为什么妈祖庙 在沿海乡镇会受百姓的尊敬与爱戴 因为妈祖是海神 是渔民的保护神 为求海上作业能够顺利 渔民都会供奉天上圣母妈祖的 柯子疗渔港 从十几年前小渔村 在政府积极投入办理柯子疗渔港主题公园 南侧海提广场 集点宝西南岸景观三战工程之后 成功地将原本传统的柯子疗渔港 转型为具知名度的观光鱼市场 于观光鱼市场内 可以看到上百种以上的新鲜上等活跳海鲜鱼货 也可以当场试吃店家现做的虱目鱼丸 及其他花枝丸等 另外 与柯子疗渔港附近 还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蔚蓝海景 尤其是一到五后 在渔港四周铺有木栈道 在此平坦的步道上散步 安全的自行车道上骑单车 或是在百米的林木大道上 吸收午后温暖的阳光 欣赏岸旁平放着这里的主角 每一个镜头都是这么令人瑕疵 我们所吃的新鲜海产 都是新老渔民 从大海中捕捞而来的 真的要好好珍惜 现在的每一刻时光 失去的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 傍晚时分的柯子疗渔港 又进入另一梦幻景象 在港口的左方 临海处有块沙滩地 就是柯子疗颇为盛名的南沙滩 位在柯子疗渔港 与点宝西出海口间 一处沙滩地 非常适合游玩细水 赏夕阳的好地方 观看着西洋打在海水上 浪潮携带着金黄阳光 真的好美啊 老人渔海的故事 在这里也不时上演 这么浪漫的落日景观 是别的地区少有了 加上徐徐吹浮的海风 足可以让疲累的身心 彻底地放松 过去的柯子疗很早就开发 却一直没有好的经营理念与规划 如今 在政府与民众的努力下 也已经上了轨道了 不但整齐 也清洁多了 鱼获新鲜而且便宜 可以说是购买海鲜好地方 我们期待它能更加兴盛 成为台湾南部地区 重要的观光景点之一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